花莲市公所为了让学童上下学路段都可以不必与车争到 也让市区街景更为美观 近年来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 希望可以完成花莲市内国中小周边人形空间改善工程 今年度获得了内政部营建署补助993万元 试做范围包括了美轮国中还有华大富小周边 这项工程呢三月份开始施工 预计六月可以完成 6号一大早市长威嘉贤特别来到华大富小 勘察目前正在施作的人形空间改善工程 这次施作范围包括了美轮国中及华大富小周边 市长表示希望透过人形空间改善 让学童有上下学安全回家的路 在这一次的一个内政部的一个经费的争取里面 我们着重是在人本的一个环境 那尤其是在我们华大富小的这个地方 那还有美轮国中跟我们下美轮的一个中油的人形道旁 那我们做一个人形道的一个改善 主要是长期以来这边的孩子 没有一个能够来 有比较完善的一个人本环境 所以我们在前几年持续都要来做一个争取 那也有代表的建议之后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在这个地方 也得到经费能改善完成以后 能够保护孩子上下学的一个安全 那我们希望未来 无论是在其他的一个通学环境 我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那我们预计在6月13号的时候能够来竣工 那也希望说未来在这段时间 附近周遭的邻居 还有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家长们都能够多多担待 华大富小校长邦明君也代表校方及家长 向市长等人表达感谢 校长表示 华大富小的学生在过去上下学 都必须与车争到相当危险 对于这项试色工程给出了高度肯定 我来到富小报道之后 第一个最担心就是孩子上学的安全问题 各位看到我们后面这一块 这一块以前是我们社区 还有家长在这边携勤车子 所以我们的孩子上学要走哪里 他必须要停这个人行道后面 跟那边的快车道的车辆去增道 所以孩子的上学安全是非常非常顾虑的 因此我们很谢谢市长 帮我们争取到这样一个安全的通学步道 各位可以看到这样视野移动下去以后 我们的车辆一样照常可以停 但是我们的孩子不需要再跟车增道 他可以走在这么宽广的人行道上面 安全的上学 这对整个家长来说 我目前所得到的所有的讯息 全部的家长是一致肯定这样一个政策 这一次的人行空间改善工程 获得认证部营建署补助993万元 3月中开始失作 市长表示在施工期间 难免会造成用路人通行上的不方便 请大家多多包容 期待今年6月份 在美人地区会有优质的通学步道 让学童有一个安全上学及放学回家的路 借学的请跨联市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